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 为了防范日后疫情持续延烧 影响各项业务 竹山政工所也进行一场 异地办公模拟演练活动 在政工所礼堂成立第二办公室 并确实分流人潮做好防疫 判工作人员日后面对此情况时 各项工作能够更为上手 进来的时候有请他们 务必要携带口罩 然后会配合我们一个量车一个体温 那在进到我们办公室之前呢 我们还要请他去做一个 实名登记的一个填写基本资料 那如果说有发生一些感染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方便我们来追踪 这个民众的情形 以及他所遇过的一个接触时的状况 五台的话都有设那个透明的隔板 那透明的隔板就是可以阻觉说 在民众跟我们办公室人员 在对话或者是恰伴的时候 有一些被莫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措施 对于此次政工所办理模拟演练的用意 也让许多参与民众相当肯定 并表示这样的规划 也让他们能够更加安心前来恰功 这流程比起来真的是跟民众就是比较少接触 而且柜台隔阂这样子也比较安心 就是不会有飞沫传染 或者是跟其他民众接触到的那个疑虑在 如果到时候真的发布需要异地办公的话 我觉得多感染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在原来办公室那边恰办业务 因为他虽然他有戴口罩 但是他那个防护我们还是觉得不是很完善 那今天来到这个新的这个临时的办公室 那所有的防护都很齐全 然后觉得感觉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先远蔡孟儿也肯定竹山证公所 因应疫情能够预先做好规划的用心 并提醒民众新冠肺炎疫情不容小觑 请大家一起来落实防疫 今天竹山证公所 办理到异地办公的演练 我们也很坚定的竹山证公所 非常有用心 如果真的疫情有扩散 需要在异地办公的时候 又能够确保我们民众去洽工的安全 在这里要坚定 我们的竹山证公所以外 也请到我们的民众 一定要对到这次疫情 要慎重 要非常的小心 尽量不要群聚 也要常洗手 议长何胜峰肯定 证公所为了防疫所做的规划 也期许透过此次模拟演练 使公所人员在日后面对此情况时 能够从容应对 写助民众办理各项业务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